在上一集中我们提到了Nitro与iCandy互动 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iCandy集团在吉隆坡的开发总部 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电子游戏的制作过程 以及幕后团队跟着我去看吧 开发电子游戏的制作过程当中有五个主要角色 第一 设计师 策划游戏概念设计主题和规则 第二 程序员 编写游戏程式 第三 游戏美术设计师 负责游戏在视觉上的美感 同时也让玩家可以容易操控游戏 当然我们也少不了了音效设计师 为游戏里头搭配各种各样的背景音乐音效等等 而且我们最最重要的制作人 必须要监督整个制作过程 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那认识了幕后团队呢 现在就随着我一同去了解制作电子游戏的过程吧 制作游戏呢有四个关键部分 第一就是概念 首先团队呢将会一同来探导 到底要制作怎样的电子游戏 那我们就看到Jan她忙着准备游戏方案 其中就包括了团队的初步愿景 游戏感官细节 同时呢也仔细列明这款游戏到底是为了哪个玩家类别而特别制作的 而这整个过程呢一般需要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 二出行 方案一旦通过团队将会制作出游戏出行并且进行测试 这里头Jason呢他正忙着为App Explore游戏出行进行美术方面的工作 而整个团队必须花两到六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游戏出行 三制作 这个阶段所有的团员都会忙着制作出完整的游戏 Glen她正忙着筹备App Explore即将推出的最新游戏 Light Away的试用版本 而游戏制作团队呢将会全员出动 而整个过程啊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 四发布 试用版本经过测试后呢必须满足内部的要求 而且必须要收到好评啊才能够向公众发布 而成功达标的电子游戏将会上传到Google Play以及App Store 让世界各地的玩家下载使用 如你所见制作游戏绝非易事 但它确确实实是振奋人心的工作 这个时候啊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 如果说你在等待下一集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上网nitro.live了解更多详情 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